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2021年2月5日,星期五 我是GoMarkets的分析师Coco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美国市场的表现 因美国出请失业金数据向好 Ebay等企业财报好于预期 三大美国股值涨超越1% 纳指和标普均创下新高 但六大科技股办数下跌 另外美国财长耶伦表示 将在近期严厉审查金融市场仿热的表现 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短线交易的投资者 也逐渐把目光转移到其他个股上 像上个月遭到投资者热捧的短线股GME等 也在周三突出涨幅短暂反弹后重返跌势 中概股方面荔枝涨超70% Bilibili涨超5% 和拼多多再创新高 外汇方面美元指数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新高 英镑盘中止跌反涨 第二加密货币以太坊也创下新高 狗狗币创下涨幅50% 大宗商品市场方面 黄金创下四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 首次两个月以来跌破1800美金 目前报价1793美元 白银也突出了目前所有的涨幅 目前报26.3美金 原由再创近一年来的新高 分别报56.2和58.8美金 今天的盘前解析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